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课题就是 天亮不是因为季体 季体会天亮 季不提 天也会天亮 天亮不亮 亮与不亮 不是季 说了算 其实这句话天亮不是因为季体 也称为一种的讲法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不以个人的决定而转移 世界不以个人 不以你也不以我的决定而转移 所以这个世界里头多一个人不多 少一个人也不少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最近在马来西亚的政坛里非常热闹 就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名词什么东西呢 造王者 造王者 没错 造王者 某某政党是造王者 某某政治领袖是造王者 就好像这句话所谓的天亮 是因为季体 在政治里头有造王者 在政治里头有造王者 那我就不谈政治 我就谈谈教会 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也制造了一些造王者 什么意思 刚才我已经讲了 我再重复一下 造王者就是某某人 某某人 他做成某一件事情发生 得以成事 这个人很了不起 我就举例子 大家可以思考 某某人病得医治 比如说我们讲 生病了得医治 因为某某人的祷告 因为祷告 因为这个人祷告 因为某某人祷告 所以这个人的病的医治 但是问题来了 但是祷告了 如果祷告了 病没得到医治 那怎么办呢 怎么解释呢 可能人家会说 这里患病的人没信心 所以得不到医治 所以你看到这里 祷告兵好了 是代祷者的 祷告有利 祷告 兵没好 是那病患者没信心 家人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是经常在教育里面出现的状况 圣经有这么一句话 想想看 圣经说什么 他说 我凭着把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柯人说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3节讲的话 他说 不要看自己过意所当看的 那这里很关键的一句话 那这里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 不要看自己过意所应当看的 天亮不是因为机体 世界上没有造行者 真知圈也没有 教会信徒的圈子里面也没有 一个病人 他是否得医治 不是带倒者说了算 而是神说了算 一个人是否信耶稣 不是传福音的人说了算 我传福音了 所以他信了 有时候经常我们就有这种状况 在教会里面 因为我传福音他信 所以他信了 因为我传福音 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一个人信不信耶稣 当然你传福音很重要 就好像病人 你为他祷告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你说了算 是神说了算 你觉得是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就针对教会的圈子来说 教会是没有造行者 包括那一个牧师 那一个传道 他也不是造行者 他只是上帝的一个工具 一个弃异命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王 我们再不需要造王者 你觉得如何 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